可能是被俄羅斯 強勢侵略烏克蘭的行動嚇壞 原本處於中立的芬蘭 國內最新民調顯示 支持加入北約的民眾超過一半 比先前還要暴漲了一倍多 不只是芬蘭 同樣也長期奉行 不結盟政策的歐洲國家瑞典 在烏爾戰爭爆發後 公眾輿論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許多人支持加入北約 原本是政治的芬蘭 認為他們認識了俄羅斯 而能處理它 俄羅斯是一個基本上抵抗的力量 現在他們發現 他們不認識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是激烈的 不批判性和暴力的 他們需要一個新的安全政策解決 所以如果芬蘭認為是必須的 這會影響了很多人 在俄羅斯的旁邊 根據外媒報導 芬蘭議會將會在未來 幾週展開加入北約的討論 盼望在仲夏之前完成討論 而瑞典也在進行安全政策分析 預計在五月底完成分析 並宣布立場 而一旦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北約的成員國數量將會增加到32國 軍隊有望進一步擴大 讓俄羅斯警告將會採取 重新平衡平衡局勢的行動 華語新聞圖文君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平衡全部都閨勢 並忘記了 平衡 衍 平衡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